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滴滴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武侠国漫《风宇宙》 侠岚是指愿以自己的生命保一方净土的人 上古四大凶兽围获人间 侠岚运用风的力量形成风宇宙 打败了四大凶兽 而成为侠岚的标准就是掌中的侠岚印记 少年明朗的手上就有一个伤疤 从小他的老爸就告诉他这是侠岚印 可惜他双目失明 老爸也没等他长大就挂了 从此明朗只能靠招摇撞骗混迹于世 还有个赌鬼妈妈 老妈赌钱的时候就会叫上明朗 因为眼盲他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 所以几乎都是逢赌必赢 但明朗怀揣侠岚梦不愿这样狗活 为此时常和老妈闹别扭 却不知道老妈挣钱是为了能够治好她的眼睛 这天晚上明朗听到异响 于是拄着拐杖来到山上 发现一个悬空的陀螺 明朗刚好奇地把陀螺抓住 一个女孩牛角妹便走出来和她争抢陀螺 明朗不小心将陀螺吞进了肚子 然后掉下了山崖 等她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能够看见东西了 兴奋的明朗赶紧回家 想告诉老妈这个好消息 却发现镇子悄无人烟 一片死寂 正好奇着 一个罗刹朝她冲了过来 危难关头 一群奇装异服的人出现了 他们速度敏捷 手持五星法器 很快就把罗刹收复了 这群人就是侠岚 可是明朗却发现 他们手上的侠岚印记 和自己的不一样 而且他突然复明 十分蹊跷 说不定罗刹就是他引来的 镇上的人越说越气愤 要将明朗赶出镇子 罗刹趁此机会跑了 几个侠岚赶忙追了过去 而明朗悲愤地跑回家找老妈 却发现自家院子 已经被毁于一旦 老妈也不见了踪影 正悲伤着 昨晚那个牛角妹出来了 说想找到他老妈 就必须找到罗刹 只要他把陀螺还给他 他就帮忙 旧母亲切的明朗答应了 跟着牛角妹跋山涉水 去找罗刹 中途俩人误入一个 被罗刹破坏过的村庄 误打误撞 将村庄的神像弄倒 于是俩人被村民抓住 用来祭祀 关键时刻 明朗吹牛 说自己是侠岚 为了保住牛角妹 还骗村长二人是夫妻 之后村长给二人准备了房间 真是因祸得福啊 晚上 牛角妹在饭里放了谢药 想让明朗把陀螺拉出来 却发现 这个村只有一个厕所 想上厕所的人 排了有一座长城那么长 村民为此 专门为她造了一个 砖响毛坑 明朗问牛角妹 为什么要陀螺 原来牛角妹身上 有一股邪恶的力量 她想借助陀螺的力量 帮自己恢复自由人生 明朗听后决定帮她 可是陀螺一直没娶出来 久而久之 明朗的肚子还大了起来 于是牛角妹 开始照顾起明朗的起居 在和牛角妹 短暂的相处之后 俩人也渐渐的产生了感情 过了一段时间 明朗终于生下了陀螺 可是没想到 牛角妹一拿到陀螺 就翻脸不认人 原来牛角妹受制于她的主人 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得到陀螺 交给主人 完成任务之后 她希望主人 恢复她的自由身 却被主人无情拒绝 后悔的牛角妹 将明朗带到 关着上千罗刹的地牢 向明朗交代了一切 原来陀螺里 有一只上古凶兽 饕餐 主人为了喂饱饕餐 围护人间 于是寻找了那些 拥有强烈愿望的人 让饕餐帮他们实现愿望 但代价是 他们会变成罗刹 成为饕餐的食物 而明朗的老妈的愿望 就是希望她复明 所以在镇子里 追击明朗的罗刹 其实就是她老妈 正说着地牢开始打开 所有罗刹 全部奔向了一个大坑 饕餐吃完罗刹之后 醒了过来 侠岚赶到大坑时 也为谁已晚 饕餐已经开始 围护人间 而牛角妹 也被主人控制 杀掉明朗 可是 牛角妹 用强大的意志力 压制了自己 反手将失控的自己 给刺中 看着心上人 在怀中死去 明朗疯狂地 殴打着大反派 她将饕餐给自己的 眼睛刺瞎 然后跳进了大坑 一边下坠 一边感受 风的力量 坠地前那一刻 她感受到了 并练成了风宇宙 遇着风出现在人们眼前 阻挡了 继续维护的饕餐 最后将她打败 所以不管有没有侠岚印 只要心怀天下 侠岚无处不在 过了几个月之后 镇上来了一个 刁蛮的少女 明朗一听就知道 她是牛角妹 所以故事的结局 还算不错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